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這張商品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呢 是一組照後鏡 這一組是由千塔EPIC所生產製造的 一個照後鏡 這個是一個貝殼鏡的一個 鏡化的一個二代的版本 那現在為各位介紹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二代一個部分 那改變的部分呢 我們來為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就是在這個 尤其最多的 我們先從這個鏡貝的部分來說 那其實早期一代的貝殼鏡 會有點小小的一個缺陷呢 就是太重了 因為它整個鏡貝的部分呢 包含所有的整個塊部分 都是由鮮吸鋁合金所生產製造 那但是呢 唯一一個缺點就是太重 所以呢 在騎乘的時候 比較容易會有一個上下 一個抖動的一個情況 或是一個關節鬆脫的一個情況 但在二代部分呢 EPIC改善了這個部位 把我們看一下 這個CNC的一個部分做一個保留 但是在呢 鏡貝其他的一個大面積部分呢 改用塑膠缸的部分來做一個取代 所以呢 在鏡貝的整體的一個鏡子的部分呢 輕了很多很多 但是卻保留一個貝殼鏡中間的一個這個元素在 那目前呢 呃 在鏡骨的部分呢 維持以往的一個方式 那可以做一些些微動的一個調整之外 那當然像在做一個轉軸部分 鏡骨部分 都是維持以往的方式 都是維持以往的方式 做鋁合金的一個這個金屬的一個材質 那像在前面一個轉軸 喔 這部分也是保有原先的一個轉軸部分的一個製作 所以呢 呃 在鏡骨這個部分呢 可以做 呃 上下的一個調整 在這個轉軸的部分呢 可以做一個前後的一個調整 那當然在固定的 螺絲的 這個是一個固定點 就是我們在所造鏡的部分 那當然它有附上這個10mm正反芽 跟8mm正反芽 那基本上呢 不管是什麼車型 那可以對應絕大部分的一個車型 街車或是我們一般的速克達 大部分都是可以做一個安裝 那其次在接下來呢 我們為各位來介紹一個就是 顏色的部分 那目前呢 各位所看到的呢 是一個全黑的一個部分 那全黑部分呢 是表示這個部分是沒有改變的 中間的部分是一個全黑 喔 那EPIC呢 那還只有其他的一款的一個顏色 那像金色啊 紅色啊 等等的 基本上呢 都有比較常見的顏色 那詳細的這個顏色規格說明呢 可以參考我們的影片正下方 連接到我們的一個Facebook 也可以連接到我們的一個賣場的部分 來做一個更詳細的裡面的一個內容 一個描述 那當然我們再看一下 靜貝部分看完呢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這個 鏡片的部分 我們把它換一個方向 那鏡片部分呢 基本上它整個體的一個造型呢 跟之前一代的貝爾鏡非常相像 基本上呢是非常接近的 也是屬於一個菱形的造型 那但是呢 那像鏡片的部分呢 EPIC還是維持原有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這個鏡片的一個品質 那像這個是屬於一個藍鏡 防眩光的一個藍鏡 那藍鏡的這個部分範圍呢 是一個這個 算是一個非常高等級的 不管是在像這個 多款的一個車型 那甚至像雙臂壓部分 很多都是大量採用藍鏡 因為它在這個晚上夜晚的一個 視覺性上比較不會這麼黑 然後藍鏡的話呢 在燈光照射下呢 也比較不會這麼的刺眼 在夜晚呢 像後面看後面的景物時 辨識度也會比一般的 各進來的更好 那喜歡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連結到我們一個Facebook 連結到我們一個賣場 那基本上多款顏色呢 我們都有幸福公眾 喜歡可以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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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